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讨论李约瑟及李约瑟难题 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 本来是建桥大学一位成就卓越的生物化学家 本名约瑟夫·尼达姆 因为景仰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丹 故改名为李约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 李约瑟从中国留学生那里了解到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进而对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产生浓厚兴趣 抗日战争后期 1943年2月至1946年3月 李约瑟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委派 赴华担任战时情报和宣传工作的专家 在华期间 他在重庆创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并担任馆长 足迹便利中国抗战大后方十个省 访问三百余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 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知名人士 在开展中英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的同时 他也在筹划研究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他发现中国古代科学在许多领域远比西方领先 1944年10月 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李约瑟 前往当时西迁贵州煤坛办学的浙江大学访问 做了一篇名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首先批判了中外人士 关于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观点 然后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 对自然现象的探索 及种种技术发明对人类文化的影响 最后提出 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 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 实际上他在这里已经提出了 后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治理谜题 而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兴起 是由于亚西亚的生产方式的影响 即由于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 四个意志因素所致 后两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所致 新中国成立后 学界多次对李约瑟难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1982年在成都举行的 《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会 再一次引起知识界对李约瑟难题的强烈兴趣 一些学者认为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 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 中国古代科学应用性强这一特点 并不排除中国古代在自然观的研究上 具有较高的理论性 也不排除各门科学技术中 都有理论性的探讨 第二 中国缺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 所提倡的那种通过系统实验 以找出自然现象得以发生的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 以上说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弱点和缺陷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从外部因素的影响方面 探寻对近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实际上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中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李约瑟难题 对该问题是否成立 最终能否完全破解这个复杂性难题 仍然存在着多元化的见解 我们认为 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 不仅会引导人们深入探究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也将启发人们对人类多种文明的差异 和发展模式等问题的进一步深思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做出新贡献 是当今中国科学技术界面临的艰巨任务 本讲内容参考了 卢家锡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以及刘斌等主编 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 和张子文主编 科学技术史概论等著作 我们本转题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